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呢 是因为已经有800多个城市在中国已经在升级成为一个智能城市 那我们作为一个即使投资人也是联合的这个合资的创业人 我们也是一个运营者 我们用深度的这个科技去令城市更智能 那我们希望要做的事情 一起集团也需要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希望能抓住这个市场机会 同时也令一切的人 城市里面的人的城市生活更美满 所以呢今天我希望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智能能源 那我们首先等一下会讲这个演讲我们的主讲嘉宾 还有呢 他讲完以后呢 我们就会跟另外两个就是访问的嘉宾 一起去聊智能能源 所以呢今天我现在就开始去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讲 刘总你好 刘总你好 大家好 刘总 这个刘总呢 刘博成 是安杰物联一家能源物联公司的董事长 那刘总 要不你自我介绍 跟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自己 好吧 好 各位专家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天津安杰物联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刘百成 这个非常高兴啊 在线上和大家这个一起讨论智慧能源的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刘总 好 那我介绍下一个嘉宾就是林总 林海雄 林总是华东总设计院里面的律师建筑数据研究中心总监 那林总 你也来自己介绍一下吧 好 大家好 我是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林海雄 都知道建筑设计院是土木工程师 又土又木 但是我们现在呢 在跨界 也成立了大数据研究中心 致力于建筑数据和大数据之间的两个行业之间 一个最传统的和一个最前沿的两个行业之间的跨界 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些新的价值 我们现在致力于双碳绿色 在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感觉在国家的双碳国策当中 是有很大的那个价值可以挖掘的 谢谢大家 我们希望能一块碰出火花来 谢谢 好 那谢谢林总 那下一个我会介绍的今天的嘉宾是纯总 纯正军 纯总呢 是英国标准协会 在中国的中国区域的战略发展总监 那纯总 你也来自我介绍一下 好吗 好的 尊敬谭总和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英国标准协会的全正云 那么英国标准协会呢 到目前为止是全球第一个国家标准机构 也是全球最大的标准编写组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在全球边写了大概有七万多个标准 包括为全球的国际组织 国家组织 行业组织 那么今天呢 我们探讨的这个关于智慧能源和双碳的这个方面的领域呢 DSM目前来讲在全球是最大的标准编写机构 也是最领先的 包括不断的接受像ISO这样的国际标准联盟 授予我们的一些工作和任务 所以也希望呢 有机会跟大家一块去探讨这方面的标准 谢谢各位 好 全总谢谢 那今天呢 我们要讲的智慧能源其实是一个最热的话题 那在这个能源里面当然要讲最热的话题 里面为什么热就是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把双碳放到一个时间表上 第二就是说这件事是实在不行 里面的市场机会非常大 那二话不说 我就交给刘总 你来说一下 从你来讲 不仅仅是智慧能源就是不要不仅仅是能源 还有就是怎么智慧 好吧 交给你了 好的 好的 谢谢谭总 各位专家朋友们 下午好 今天呢 我和大家交流的主题呢 就是聚智慧能源 助双碳未来 我今天呢 要分五部分跟大家做交流 首先呢 我向大家呢 介绍一下安杰物联公司 那么天津安杰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呢 请过一下PPT 过两页 再过一下 好 再过 首先呢 天津安杰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呢 就是是为用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综合能源管理 智能运维及碳资产管理服务的公司 公司呢 现在呢 安杰呢 拥有四大核心技术 第一呢 是完全自主自己研发的 就是CORO物联网管控平台 第二呢 是安杰在世界上 首先研发出来的就是能源路由器 第三呢 是安杰的新一代的 楼宇制控系统 叫IBMS系统 和安杰的服务支撑系统 在后面呢 我会跟大家再稍微详细一下 介绍这四大核心技术 然后安杰呢 服务的客户已经超过1500余家 传感点位呢 超过了300多万个 每年帮助用户节省能源呢 超过20%以上 降低运营费用超过20% 节省人工日呢 每年在300万以上 为用户呢 减少碳排放呢 已经早已经突破了百万多 而且我们的客户呢 遍及了这个各个行业 比如说像工业 像空客 富士康 上汽 北汽 国药 这个大众汽车 等等等等 还有很多的像酒店 写字楼 包括13届14届全会的这个 这些个场馆 等等 这个 现在还处在一个用户飞速发展的 这个 急增的过程中 2021年呢 安杰的 这个办公大楼呢 还通过了国家绿色建筑运行三星认证的 这个认证 这个在全国是 很少的 是极少的 大家可能都知道 这个三星绿色认证 它只要设计上有 就OK了 但是 这个运行的三星认证 是这个 驻建委的领导 驻建部的领导 专家呢 在我们公司待了很长时间 最后呢 发的我们这证书 是跟国内和国际的标准的办公楼比呢 我们他的结论是 节省了65%几 再一个呢 就是6月25号呢 BSI给安杰颁发了 这个大楼颁发了碳中和的认证 就是每年减少1472吨的碳排放 跟国际标准的办公大楼比呢 节省能源超过了69% 跟这个 跟这个 呃 筑建部的专家呢 相差了百分之三点几啊 那么安杰还是国内首家通过 BSI认证的基于PAS2060 2014标准 标准的实现碳中和的综合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 今年呢我们安杰还成立了牵头成立中国双碳技术传播中心 他是由这个中国科协作为指导单位 这里面囊括了这个双碳的国内的一些院士 还包括了很多的这个研究机构大学和最优秀的这些公司啊 现在呢在11月7号在这个北京第三届世界科学与发展论坛上的科协的领导 北京市和天津市的领导还有一些院士 共同为这个中心接牌 呃这个呃 他呢主要是呃给各行各业呢提供这个双碳的技术 为各行各业呢进行培训认证和国家标准的制定啊 这个助力呢我国家的这个双碳目标的这个实现 哦在下一页啊在下一页啊 那么首先讲一下这个智慧能源是什么呢 智慧能源呢我们的理解呢是呃呃就是国家呃 我们现在这个有1500多个用户 所以呢我们能实时的看到他的这个呃使用的状况 在通过我们的能源路路由器和口水平台呢进行大数据分析 我们发现了非常大 方面的都存在着大马拉奥车的现象 所以呢我们认为智慧能源 他的这个最主要的呃这个呃呃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呃在什么时间需求测需要什么样能需要多少能 那他应该能够精准的告诉供给侧 而且让供给侧在那个时间生产什么样的能生产多少能 这个就能够做到这个这个精准的功能 而且把这个这个能量呃降低能耗做到这个最优 那么第二呢这个通过这个理论呢 呃再加上这个呃智慧能源呢 应该他的选择呢是在选择应该先选择零能耗的清洁的能源 还有呢再选择比如说电力电力都封封股评应该先选择股价评价 万不得已再选择这个峰值的所以呢 这个这是智慧能源的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核心 那请翻页 那么智慧能源呢 他主要是要以舒适度为前提 就是保证用户的体验 那么形成人建筑和环境协调的整合体 那么智慧能源呢 他还应该有复合预测 还应该有这个能源的智慧选择 以及精准的控制 比如说这个复合预测 那么很多的时候举个例子讲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地铁 地铁早晨上班可能从七点开始人就多了 那么你在夏天的时候你七点加大供冷量 那个这样的话做不到智慧 那么在七点到七点二十这个期间呢 人还会感觉到很热 那么复合预测呢 就是七点的人会上来 那么我供冷的应该提前 这些个实际上都是智慧能源要解决的问题 能源的选择也是我刚才讲了 先选择零能耗的清洁的低费的股价的 先该选择这些个按这个顺序来选择 精准的控制呢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通过 这个在整个的这个能源系统里 加装可以控制的这些阀门 还有传感器等等 精准的去控制能源的这个生产 包括能源的输送 这样才能够做到真正的智慧的能源 叫能源没有浪费 好下一页 那么大家看这个智慧能源怎么工作呢 那他要在这个建筑物里面 装非常多的这样和那样的传感器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我们公司和用户端 就装了像电流电压功率人数 电表能量表压力表流量表水利平衡等等 装了这些传感器以后呢 把他的数据传到这个互联网的管控平台 再进行大数据分析 再把他再告诉这个整个的能源的生产单 和能源的输送端 那么控制他设备的开关和阀门的开启度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使得这个在保证用户体验的情况下 让能源精准的供给 能够做到这个最为节能 那好过眼 那么智慧能源的潜力呢 又非常巨大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个 为客户提供的这个 从源往合处上的源呢 我们已经大量的应用了这些个清洁的 和低费的能源 比如说太阳能、风能、土壤能、生物能、空气能、水源能、潮汐能等等 还有呢 就是我们也在这个运用和研发跟踪新的储能技术 那么这些个这个 叫清洁能源和低费的能源 加到了我们整个的功能系统以后呢 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我们的碳排放 好 下一页 那么 安洁呢 我们主要的这个原来的主要的方向是在建筑里面 那么无论是哪一个行业呢 他都有都有建筑 那么建筑在占整个的中国的这个碳排放 110吨 110亿吨里面只有二十几亿吨 占到超过了20% 那么更大的呢 是85亿吨 是工业 也就是说工业的八大行业 那么我最近呢 上一月我还走访了这个上海的碳交易所和湖北的碳交易所 这个的数据是他们非常准确的是去年的这个碳排放 所以呢 这个安洁呢 还要进到这个工业领域里面 现在呢 我们也成立了工业事业部 后面我也会讲 我们安洁在工业里面到底怎么做 叫工业的碳排放呢 能够降下来 好下一页 那么在工业 在工业领域里面 我们像他现在工业里面通用的设备设施 比如说他的冷暖和这个电力暖通这些个呢 我们已经有了很很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他的工业里面主要能耗还不在这方面 这个比如说在他的工艺层面流程方面 还有他的材料方面 那这些呢 这个我们现在看呢 在全国没有一家在一个行业里能够把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碳排放和这个降能源降低能耗 在这个那个全方位的这个技术领先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依托这个中国双碳技术传播中心 我们就和国内外这个在双碳技术领先的这些个大学研究机构和公司进行了很好的合作 比如说上个月德龙集团 他是一个中国非常大的这个钢铁冶金集团 知道我们成立了这个中国双碳技术中心以后呢 就找到了通过中国科学找到了我 那么我就正好这个这个用他的需求 我们就在中科院比如像中科院的过程所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六个技术 就是看我的PPT中间的这个就是钢匹高温的氧化涂层技术等等 这六项技术 我们提供给这个德龙集团以后呢 这个六项技术呢 他们知道一项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在工德龙集团在实验 但其他五项他们都没有听说过 所以我们对接了以后呢 这个应该讲 无论对德龙集团也好还是对安捷呃物联了也好 我们都会在钢铁野军这个行业上呢 我们会这个知道他的这个工艺上的材料上的或者流程上的怎么解决 这样的话再通过双碳技术传播中心再推广出去 所以我们安捷呃这个呃他的这个其重要的一个这个使命呢 就是我们希望成为国家能源安全重要的支撑型的科技型企业 那么只有我们把工业这件事把它做再做好了 再加上我们刚才讲的在建筑这方面的强项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个达到 我们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 好吗 咱再翻下一页 那么智慧能源的市场到底有多大 我们这个里面写了两个数据 一个是电力消耗的 一个是天然气消耗的 都超过了万亿元 都超了过了万亿元 而且呢 中国在每年还在以百分之五以上的速度 GDP的速度在发展 所以中国呢 虽然呃习总书一讲在三零年要达到碳达峰 六零年要达到碳中阁 但是实际上他每年的这个能耗呢 他都会增加 都会增加 但是这个能耗增加不一定 就是他的这个碳排放增加 那么这个市场就更大 所以呢 这个呃我们从这个能源的消耗 看到是万亿级的 其实呢这里面还有碳的改造 设备设施的运维等等 这些再加上以后呢 这个我们认为啊 呃在下一页 这个智慧能源呢 一定是万亿级的这个市场 一定是万亿级市场 是巨大的市场 再翻下一页 那么我们关注的呢 如果从整个的能源要讲起来 呃说起来就是到底怎么能够做到这个精准的节能降碳 应该就是从远往合处这四个方面来讲 呃那么远我刚才讲了 那最好多用清洁能源 我这里就不最不赘述了 第二说我们怎么利用网 那么如果没有网 我们就没有感知 就不会做到这个从需求侧感知到了以后 再到供给侧能够让他这个精准的平衡而没有浪费 还有呢从复合这呢 应该有复合预测 知道有这个什么时候用会用多少能 那么他的生产的源端就应该在这个预测 在复合预测的时候呢 在提前提升产 这样呢也能够做到这个保证用户体验的情况下呢 做到这个精准的能源供应机 那么储能现在也有很多的好的技术 那么储能呢 不但可以这个节省能源 第二他可以节省这个可以消风 就是电力我们有风骨瓶电价的 那么在峰值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能够用上储能把峰值消下去 这样的话也可以大大节省的能源 所以这个高效的能源互联网 一定不是一个单一的某一方面的 一定是从源网和储四个方面都要做到这个精细化 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高效的能源互联网 最精准的节能 好 再翻一眼 翻两页 那好 我花点时间再和大家交流一下安捷现在的四个核心技术 首先呢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CORO的这个能源互联网的操作系统 它是能够把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和各种各样的参数 能够通过传感器传到我这个平台上 再通过这个大数据的分析能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就是保证设备设施的安全 因为我们装了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那么在这个设备它的温度的升高的时候 电流电压发生变化的时候 噪音的频率和振动的频率发生变化的时候 流量的压力发生变变化的时候 我们就能知道它可能出现问题了 但是这个问题一定不是已经造成的问题 提前去修保证的是安全 而且呢我们还和平安保险呢 给我们所有的用户的运维系统都设备设施系统都做了保险 从13年到现在 这个保险公司还没有因为安洁的这个服务部到位 给用户造成的损失赔过一匹钱 所以它还是这个可靠性还是很高的 这是安全 第二呢这个就是节能 一会儿呢我在讲能源路由器的时候呢 跟大家再细讲 就是它还能够使得这个能耗降低15% 甚至25%以上 那第三呢就是因为它是用科技管 用技房 技术管管这些设备 它可以使这个原来的传统的用人管理的设备 可以做到少人甚至无人 大大降低用户的这个设备设施的管理费 第四呢就是呢 它还能够保证这个用户的这些个方便和用户的体验 最后呢是我们通过大数据呢 我们发现在新建的电力和暖通方面 这个用安捷的技术呢 可以至少给这个用户啊 节省20%以上的投资 比如说在天津开的13届 这个全运会 它里面的这个电力啊 整个的这个设计和施工 就是由安捷来完成的 在这一届全运会上 给天津市的体育局就节省了将近1.5亿的 这个电力的投资 翻页 翻下一页 好 这个能源路由器呢 它是这个设计思想的设计两个 一个是能源的需求侧和供给侧 要达到精准的平衡 我在这里呢 跟大家再想稍微详细的讲一下 通过我们的这个1500家的用户呢 它的大数据的分析 我们发现国内的电力 存在着严重的大马拉扰车现象 到严重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一个写字楼 它在夏天就是用一年中用能最高高峰的时候 它的用电符合只占到它的设计的符合的30% 这是最高的 大有超过50%的在夏天的时候 它都没有超过20%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投资浪费 能耗极高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个暖通领域 比如说我们的暖通啊 在这个精净季地区 它的国家的标准呢 是冷是每平米是100瓦 热是120瓦 但是我们发现呢 在2000年以后 中国政府推三部阶能 四部阶能 五部阶能的建筑以后呢 其实达到这个舒适的温度 这个原来的设计标准呢 就是太浪费了 所以安捷的大楼呢 我跟大家说一组数据 那么我们的冷只设计了39瓦 最后这个如果有机会 大家这个能够来安捷总部呢 大家会能够深切的感觉到 安捷的大楼呢 是一个这个几乎是横纹横湿的 一年四季 而且我们没有空调 没有集中中暖 但是我们设计的呢 是按39瓦设计 每最后呢 全年我们看到的呢 是34瓦就够了 所以我们设计的这个负语度 还是非常科学 在热方面呢 我们设计的是65瓦 这个三年了 它的这个 这个最高值呢 是57瓦 但大家想 如果说我们按100瓦和120瓦 去设计的话 实际上它的投资会增加将近一倍 那个第二呢 它的这个能源路由器的设计思想呢 是在能源的选择上 它是完全是人工智能的 它先选择这个低费的能 这个零费的能 清洁的能 低费的能 平价的能 万不得已才使用高价的能 我举个例子讲 比如说我们安捷的 这个总部大楼 我们从现在供热来讲 我们先用的地缘热 用的土壤能 再用的太阳能 那么在初冬和冬落的时候呢 用这两种能就给我们大楼供暖 就基本上够了 只有在深冬的时候 我们会用储能 就是用低谷的电费 三毛五的电费 把能储上 这样的话呢 这个这个白天再把它能释放出来 而且呢 它能够做到这个精准的节能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食堂 我们我们早点是从七点半开始 中午饭是十一点半开始 我们会从七点开始供能 供到八点 八点十分左右 因为他还其实我们结束是八点半 但是你要到做到八点半的时候 再把能源关的时候呢 其实他他有半个小时的能源是浪费的 那么我们中午的时候呢 大概十一点供能 十二点半就就关掉 这些都是达到了这个自动控制 好 那个翻页 这个呢 是讲的是我们 那个叫第三个核心 叫我们服务支撑系统 服务支撑系统呢 它大家可以理解为 就是对我们线下的 这个人员的管理 相当于滴滴打车 这个异代价这种 就是我们在客户端 客户的管理者 在手机上可以安装我们的这个 Coral 我们的APP 也可以安装我们的这个 这个服务支撑系统 他首先他可以每天从手机上看到 他设备设施的完好 完好率 然后他还可以通过 我们的服务支撑系统 看到我们给他做 比如说清扫维护 包括修理 抢修 他的整个的这个 每个人的他的这个坐标 以及他每个人完成的这个事 我们每一个进入现场的人 都会带执法记录仪 全程的这个清扫维护和维修 都会这个记录下来 那么叫这个我们的用户呢 心明眼亮 而且他最后呢 他还要给我们的服务呢 来打分 所以这个呢 我们也做 这个产品呢 其实我们不仅仅在自己用 我们也在卖给很多的用户 好下一页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管的叫 这个新一代的IBMX系统 那么我今年呢 我参加了两个这个年会 一个是这个中国建筑 这个科学院的 他发了一个中国楼空的 一个白皮书的一个大会 还有呢 10月29号呢 我在上海的这个金帽酒店 参加了BOMA的年会 这个两个会上呢 他们都公布了这个 对于中国建筑的楼空的这个报告 就是 中国的这个楼空呢 在改革开放以后呢 主要都用的西门子 江森 霍尼和史乃德的 但是现在呢 就是在三年以后 就是你装好了三年以后 中国楼空的 瘫痪率达到了70%以上 五年以后达到了90% 用的好的只有1%到2 所以啊 这个楼空系统 或者这个叫做 现在大家讲的叫IBMS系统 他对智慧城市 智慧楼宇的影响 达到的这个最终效果 影响非常大 那么安捷的 我们今年推出的 远硬件系列产品 IBMS 它就是目标 就是始终能够让 楼空系统 这个远硬件 就是我们的设备设施 保持在最佳的运行状态 从而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 让它成为可学习 可分析 可预测 可可决策 我们希望呢 这个 安捷的另外一个使命 就是让 中国的每一栋建筑物 能够用上 自己的 中国自有知识产权的 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 IBMS系统 好 下一页 那么第五呢 就是 我刚才讲了 我们牵头成立了 中国双碳 技术传播中心 那这里面的这个 很多的大学 像清华 同济 天大 等等 像中国建筑科技院 中国标准化院 中国规划总院 华东总院 BSI 还有像 华为 小米 海尔 美迪 涂鸦等等 还有两个碳的交易中心 现在都已经加入了 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各行各业 进行双碳的 你这个行业的 落地的这种培训认证 和这个标准的制定 为这个国家双碳目标的这个实现呢 能够做出我们的贡献 那么从11月7号成立以后呢 现在已经有了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比如说前天我在海口 我就参加了中国这个 饭店协会的年会 在这会上呢 我代表双碳技术传播中心 跟中国饭店协会呢 签了战略的合作协议 同时 为十四五中国的饭店的减碳呢 做出了硬指标的一些规划 那么下面呢 我们也会结合专家 像在线上的全总和林总 还有其他的对于这个酒店饭店 这个这个业态的这些的这个 拥有好的技术 好的这个专家的人呢 这个进行培训 这样为饭店协会呢 这个做出减碳的贡献 同时呢我们这里面呢 还有像这个中国旅游协会 中国轨道交通协会 中国房地产协会 工业协会 现在都开始在找我们 我们呢 下周一还会和中科院的中科院的中科咨询 培训这个 他是中科院的全全资的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 下周一呢我们还会签一个这个全面的战略合作协议 就是他们会把中科院的113个研究所的双碳的技术 最新的双碳的节能技术 做成刻件 做成一个一个模块 和各行各业呢 来进行这个结合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中科培训将会也会参加到我们这里面 这是在技术创新领域会给我们提供这个 持续的这个怎么讲呢 叫叫叫能量 好 下一页 最后呢 就是这个 再讲一讲我们这个安捷的使命 就是资源高效利用的创新引擎 我们希望呢 让中国的每一栋建筑物呢 它的设备都始终处在最佳运行状态 我们也希望呢 成为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重要的科技支撑企业 同时呢 为政府园区 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 能够提供解决方案 谢谢各位 谢谢 好精彩啊 这个刘总 这个 有两个词在里面 我是希望就是特写出来的 这个其中一个就是你以前跟我提过的 关于这个能源的这个托管 另外一个呢 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国家能源安全 这两个我觉得是很棒很棒的两件事 好我们先讲这个能源托管好吧 这个也是你在很兴奋的经常跟我说的 这个是安捷的大未来 就是在能源托管 英文我们叫energy under management EUM 对比AUM 应该比AUM 更大的一个词 是吧 你来说一下 是 其实是这样 这个 在这个节能里面 这个我们国家从10年之前就开始推这个 叫EMC 但是呢 推的效果呢 现在看的不太好 就是呢 没有数据支撑 那么安捷呢 他有这个CORAL 有装了这些传感器 我有这些数据支撑 尤其是呢 这个 当 EMC不成功的时候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业主呢 他不认 不认你 说你这个花了 很装了一个什么东西 根本花不了多少钱 只是说 我以前不知道这个技术 但是我现在知道了 那么你每年节省的费用 要你你他能算出来 他能够 哎呀 那个你你能赚的太多的钱了 所以大家心里不平衡了 但是安捷不是 安捷靠的是管理 靠的是技术 你如果不用安捷的话呢 这个可能 这个生意 就是你的这能耗又上去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给这个 就是我们已经 这个给天津的这个 就是很多的国家体育的国家队 在团伯 在天津团伯 在训练 那么他以前的能耗是非常高的 那么我们给他讲 我们来投资 你把运营交给我 然后你原来的一年的能耗 将近三千万 我给你节省百分之五 给你节省一百五十万 那你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原来的运营的费用 大概也有一千万 我给你节省百分之十 就是他一分钱不花 我就一年给他节省百分之 就给他节省了两百多万 给他节省两百万 这样的话 大家就都愿意了 但如果说 你说到底安捷怎么 怎么怎么这个节省呢 那是我装了很多的传感器硬件 加上人工智能 能源路由器 口水平台一些控制 你要没有这些东西 你得继续进行精准的控制 实际上你的能耗就上去了 实际上 当然了 我们安捷这个节省能不仅仅是说一二百万 那肯定我们安捷也是一家公司 我们也需要这个利润 需要生存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它是一个多营的一个局面 那么从这上来讲呢 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出来的能源托管 这个大家都认可了 都越来越多的 比如说现在我们管的这个工业 我们的这一千五百家用户呢 它的这个电费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一百亿 已经超过一百亿 那么现在呢 如果说他把他能源托管给我 那么安捷呢 其实他的这个 他给这个 这个 这个无论是这个 叫能源的托管 他的资金的积累 还是对大家 对这个各行各业的贡献就会越来越大 它的作用也会越来越显著 是 对 所以 简单的说 就是因为过去你几年下来 这么多的客户的积累 巨人一个保险就是 的事件都没有 所以你有信心 去等于是承包了他的节能减排 是吧 往后就是互相分成 那这个其实是最 对我们对客户都是最好的 他就是有信心 不会吃亏 我们就是多劳多得 对吧 我们替你减多少 我们这个是按照我们的 职效去拿到我们的钱的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们自己也是跟你们一样的 非常非常兴奋 EUM这件事 那第二个我也会想跟你说一下 就是因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议题 但是第二个这个议题 我会邀请另外两个这个我们的嘉宾 一起说好吗 关于这个中国能源安全这个议题 那请另外两个嘉宾也加入 制作组 谢谢 对 往后 林总 这个船总 我刚才问这个刘总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中国 国家的这个能源安全 为什么我们跟刘总就是对这件事是非常非常兴奋 是因为中国到最后 现在我们是一个石油入进口国 我们也是一个煤炭的进口国 对吧 刘总 那对 什么意思 就是说只要我们真能替整个国家 节能减排 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我们绝对绝对对进口的依赖就减少非常的多 那这个绝对就是为中国国家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是一个战略安全 包括就是我们自己的所谓的战略储备等等 这个也是我也是刘总最兴奋的一个点 那我今天就是也希望借这个话题 把全总把林总也说一下 为什么这个双炭对国家的这个能源安全 这么这么多的重要 那要不这样 我们先让这个林总你来说一下吧 对这一方面你有一些什么感想 感谢主持人啊 刚才刘总说的我们听的也是挺激动的 我今天本来我想说一下拖管的这件事 现在主持人记得让我说国家能源安全的话呢 那个这是更大的课题 这个我也愿意谈一下我的看法 好 刚才那个班生说的非常好啊 就我们这一次原先叫绿色街呢 是为了降低能耗 其实双炭国车不那么简单 它其实是什么 涉及到我们国家的真的是能源安全 就刚才我们我们什么没炭很多 然后石油很少 天然气也没有 那怎么办 我们的能源结构都是依赖于 所有的外部的进口的化身源 或者是那个石油和天然气 等于说我国家发展的底层的动力 不在自己手上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调整能源结构 光 风 水 和这些都一定是在我们960万美方国内上 这不管在西部也好 三峡也好 那个大洋外也好 清算也好 一定是我们国家的控制 所以首先能源结构的调整是 摆脱自己的核心能源对外部的依赖性 这个叫能源安全 但是这个只是第一个低层含义 还有一首含义 还有什么含义呢 就我们国家的现在的产业结构 必须要调整 就我们按照这种粗矿的发展 到这里以这个瓶颈 这是一个天花板到了 当我们在做整个的再生能源替代的过程当中 就是刚才那个刘总说了 不是说我把风车 那个叫水电 核能和光伏上去就可以 不是这么简单的 整个的电力的发电 输配电 电网 储能系统 供电 整套的基础设施 都要做一次 半世性的数字化改造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会突现出我们国家的那个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你看我们这次提出的那个叫新基建 几件事情 都和这个是密切相关 特高压 为什么要特高压 因为你所有的产能和用能 东西部是完全不平衡的 你产能在西部 又能在东部 没有特高压 你肯定是搞不平衡 第二 你为什么要那么多充电桩 很多人说搞不平衡电桩 为什么是变成一个 这么重要的一个新基建呢 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交通运输的消费短 如果再用 石油汽油 煤油 柴油 那么 肯定是台湾化降不下来的 所以在交通这个行业里面 一定要做到电能替代 电能替代完以后 所有的交通小车 那个卡车 高铁 这一类的东西都必须要用电能替代 电能替代还有一层是轻能替代 用电能和轻能来替代 那么我们把轻能也作为电能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会用光辅和那个风能发的电来自轻 自轻一下子就把靠天吃饭不稳定的那些产能 在源头储备下来 那么轻能怎么办 蓝料电池供给交通 那么那些手机来用 所以就会有新农员起车充电桩 然后加上那个特高压 这几个东西都是和双碳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双碳提的是双碳 表面上双碳 底层是把能源结构调整 我能源安全了 第二 我整个的产业的优化 有方向了 有市场了 等于说用一句话来表达的话 我们的GDP要发展 国家要发展 民族要利于世界之力 但是我们这次的GDP的下半场的上升 要和碳排放破构 这是国家战略的一个非常要紧的事情 这个林总 我先把这个拉出来 跟我们的这个观众分享 就是说能源结构的重构 这个是结构性的改革 那这个是跟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整个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也在进行 还有就是说 说到能源必须的说到计算 那整个现在互联网的监管也是在对计算的结构性的改革 所以这个也是我为什么非常非常兴奋 我觉得中国是唯一全球 唯一一个国家 有这个前瞻性去从结构性去让我们进入未来的50年100年的新经济 所以陈总回来 我也会跟你说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能源安全上 你有什么高见呢 好 非常感谢主持人 还有刚才林总的这个叙述 相同的见解是一样的 这个林总刚才说的很多的内容 我也非常赞同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双碳和低碳 国家做出这么样大的一个布局 我们的一个承诺 它实际上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可持续发展 或者对环境的一个益处 它更多的是我们看到了国家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大的布局 从供给侧改革到我们的节能减排 那么最终实现通过双碳的手段 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的一个承诺 2030年达到碳达峰 2060年达到碳中和 那么整个这个过程需要 这个过程需要我们的 我们现在讲国家需要的一个供给侧的改革 技术上的创新变革 能源上的降低 那么刚刚林总讲特别的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话题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呢 几十年来大家在谈 我们的战略石油储备 我们的战略资源储备 实际上是很匮乏的 对吧 那么这样面临一个 现在一个发展中的一个形势 对国家来讲呢 对整个国家战略安全来讲 它是提出了一个考验 所以随着技术的变革 随着我们能源能耗的降低 那么这些问题 它会带来一定的安全保障 尤其今天讲到这个 安洁物联 刘总这边的公司 那么在供给侧改革前提下 就是应该提倡像这样 有技术 有担当 有能力的公司走出来 帮助国家 从技术上的变革 带来能源能耗上的降低 最后达到碳中文明 所以我们认为呢 为什么愿意跟这个 安洁物联公司 一块去做这个 我们讲这个双碳 传播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把动作技术传播给大众 传播给社会 是希望在这当中去支持 这种有能力 有技术的公司 那么通过 技术上的创新变革 那么带来能耗的减低 那么为国家的安全战略 做出一定的贡献 那么也实现我们国家的承诺 叛中和和叛大分 好吧 这是我们的一点看法 因为刚才林总和主持人 讲得非常好 重复的内容不再赘述 对 林总刚才呢 我也想抓住你 因为你刚才想说 你希望讲这个能源托管 因为这个是安洁一个大的机会 也是一个大的战略 那你能说一下 关于能源托管吗 好的 这个呢 因为我个人背景是 华东建筑设计院的 所以我对建筑行业里面的能源呢 我研究的还是比较投入的 表面上 我们前几年的话 有过能源的托管和合同能源管理 那么这次留种公司的 就安洁公司的能源托管 和我们原先所有看到过的能源托管 底层的逻辑是不同的 原来是什么 是说我加算管理 我用好的工程师把设备调制到最好 我让这个建筑能够能好下来 不是 安洁这次不是 安洁这次是这么一个事 逻辑是这样的 我不靠来 安洁是靠数据 我对 我空过那个 有种因为我们到他公司 我也去仔细去考察过几次 我带了团队 带了南洋也仔细研究过的 安洁有三个和原先的托管 完全不一样 第一个 安洁的系统对建筑物 它的冷复合 热复合 是做出超前的预测的 这个以前没有 它是可以做出8小时到72小时的预测 就这个楼 我知道三天后 它的复合是如何产生的 它的复合每个小时的 冷复合的曲线是什么样的 这个对我们的控制极为重要 为什么这个很难呢 我们做建筑背景的是这样讲的 因为这个楼 你气候是一方面 朝下 热供系数 你玻璃木墙 窗墙比 有没有遮光 所有的这个楼板之间的 乐供的传导系数 都是密切下 所以针对每个楼的特质 它的今后 24小时到72小时之间的 冷复合产生的足时的预测 极为困难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变量 导致的一个结果 那么安洁怎么做呢 安洁用生间网络上 用LSTM的这一种 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算法 输入的是历史数据 加上是它的建筑物的 一个运行的时刻表 加上时时采集到的气候数据 再加上针对 这一个建筑物的乐供特征 持续做出迭代的一个建模 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安洁是可以 用人工算法 针对每栋楼 做出精确的 预测的 和预测的这种技术 记住啊 这种预测的算法 针对每栋楼一套算法 都是靠历史数据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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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算法积累迭代出来的 换一个楼 逻辑还在 但是这个模型的地点 这是安洁的一个核心算法之一 第二点呢 因为你有这个预测出来了 这个冷复核 24小时到72小时 复核完以后 这样的话 你的冰蓄能 水蓄能 约勒泵 空气约勒泵 你就能来得及产能了 因为能耗和电位啊 不是说拉上电闸 关上电闸 我的电端能孵过去 不是的 它的冷复核 冷复核是必须 再加上储能 是必须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生产才能在 预后的多少小时之内 我能够到 这才能做到说工需匹配啊 其实这是工需匹配 刘总说工需匹配 前面有这么一个 能工智能的 精确的对 几十小时后面的 这核楼里面的能复核的 精确预测才能做到 对 第二个呢 对 林总 我想加一句 刚才你说的工需里面 是不是已经出现一个 等于是能源的一个市场 在发现 在出现 对吧 就是说我 我有市场 有生产方 有消费方 等于说我们先要预测到消费市场是多少 不能做计划经济 原来叫计划经济 我产能供出去 用不掉完蛋浪费掉 或者少了 人家就不符合要求 降低品质 现在是精确预测这个楼 24小时到72小时 后面 他每个局部 每个楼层 他到底是需要多少能复核 我先预测一把 然后倒过来才知道我前面的产 等于是市场经济 原先是计划经济 现在是市场经济 哇 对啊 很有趣啊 这个 这个底层逻辑是非常 极其 那个颠覆性的 对 还有一个 原先的 因为你要产能的话 都要对冷冻机 水泵 阀门 这些冷却水塔 这些设备 你的它的性能 你要掌握 那么原先是怎么掌握的 原先是问厂家要 要厂家的那个 操作手册 说明书来看 这个其实在我们行业里面 我们知道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一个冷冻机 新买来是这样的 对吧 但是 运行两年后呢 它的不同工况 不同纬度 不同的强度运行下 每个设备 当下的能耗局限 新的局限 都是未知的 刘总他们现在做到的是什么 对每台大设备 都做出了 向量器 虚拟向量器 用虚拟向量器的说法 做出了设备软身 这是我帮他起的名字 设备软身 没错 刘总 你有没有一些最后的见解 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有什么对 传总跟林总的 下最后一句话吗 那个 首先我觉得 安捷这条路啊 走的是对的 因为他跟 安捷的使命 跟国家的使命 跟包括 我觉得跟这个地球的使命 它是如何在一块 就是节能降碳 这个减排 要不然这个叫习总书记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你看这个中美关系 这个这个有点紧张 但是一说到这个气候变化问题 两个老大就握手了 对吧 就就签成协议了 所以我觉得安捷呢 就是我们要一直坚持就科技新业实业暴裹 我们走科技这条路 一定要给客户带来什么真正的价值 也就是说我帮助客户科学降成本 解决用户需求和痛点 这个提升用户体验 然后让用户和用户的设备更安全 这是我们要做 所以这些呢 我们不但自己要在创新研发上 一直要努力下去 其实我们还需要跟各行各业 这个高技术的大学公司 这个还有专家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 就要一起呢 为中国双碳的事业的这个发展呢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对 我非常同意 刘总 我们一起来 但是不一定仅仅是一起 这个一起 而是说一起集团 我们一起来 我们希望跟这个华东设计院 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英国的这个标准协会 还有就是刘总的安捷 别忘了整个地球正在变暖 如果我说到安全 我经常说这件事 我是为我女儿 为她的女儿去做的 对吧 这个是为我们下一代 不要活在一个冰冷 或者是火热的地球上的一个安全 这个是终极的人类安全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对能源这块 我们是极其非常必须 要把这件事做好的 这个也是一起 我们自己集团的这个使命 好了 这个刘总 这个时间关系 这个虽然还有很多东西 想跟你们聊 但是呢 这个刚好今天 你也总结了 我们过去几天说了 四大这个城市科技的必杀季 第一个就是计算 第二个就是楼宇 第三就是城市管理 今天终极最大的能源 所以呢 我也在这里提醒所有的观众 明天必须要来 因为明天我们就讲钱了 明天我们会讲 我们能怎么加一份力 去做这个非常ESG的这个投资 帮助我们刚才说过的这四个大的里面 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为投资者找到回报 同时也建立未来的中国 同时也是建立整个人类 共同命运体的这个安全 好吧 明天五点不见不散 好 再见 再见 谢谢 再见